好,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第十讲阅读专题理解句子找关键 那在开始今天的这一讲之前啊,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看看大家的成语积累怎么样 请根据我的描述呢,猜出,诶,我们来玩关于多的成语 请根据我的描述来说出成语 好,第一个,人才多 那人才多请用四个字来形容成语 你想到了吗? 诶,没错,那这个答案就是什么 叫做人才己己 己己呢,是众多的样子 所以人才多啊,就是人才己己 那接下来下一道题目是指的是他话特别多 那话特别多,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成语来形容 一个人特别特别能说 那这样一个词叫做什么呢? 没问题啊,叫做滔滔不绝 李老师讲起课来滔滔不绝 他在说起他喜欢的篮球时 总是滔滔不绝 形容人说话特别多 好,刚才再来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考了大家一个形容一个 形容人才多是人才己己 形容话多是什么呀? 滔滔不绝 那形容变化多 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那变化多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成语来形容呢? 叫做千变万化 千和万在这里面呢,它只是虚指形容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千变万化呢,指的是变化非常的多 继续 诶,有的同学啊,他读书读的特别多 保读诗书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成语来形容这个人读书特别多呢? 好,那就是什么呢? 叫做博览群书 好,保读诗书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那么第五道题就是 诶,形容困难多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呢,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不论做什么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甚至有的会遇到重重的困难 那困难多是什么呢? 好,我猜到你已经说出来了 没问题,那就是千辛万苦发现了吗? 好,刚才我们形容变化多的时候呢 用了一个千变万化 现在呢又有困难多 我们是千辛什么呀?万苦 所以千万在这里面呢 都是指什么呀?很多的意思 第六呢指的这个人见识很多 见多识广 那这个成语就是什么呀? 见多识广 第七个成语我们看一下 形容颜色非常多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它五彩缤纷的 有很多种颜色 那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成语来形容呢? 好,没问题 五颜六色 有同学说了 我说五彩缤纷可不可以? 很好 也可以 对不对? 五光十色也可以 总之形容颜色多啊 我们经常用五、十这样的虚指 来 那兵马多呢? 还记得刚才我们说千和万吗? 没问题 那叫做千军万马 一说起 多自然就会想到千什么万什么 最后一个形容观众很多 观众特别多 我们有的时候啊 去看一场演出的时候 会发现场内什么呢? 叫做坐无虚席 没有一个位置是空着的 所以呢 可见当时的场面有多火爆 那就是形容什么呀? 观众非常的多 好 在做完刚才的这个九宫阁的成语游戏之后呢 你也可以将你积累的这九个形容多的成语 记下来 考一考你的爸爸妈妈 还有你身边的好朋友 看看他们能不能说出关于多的成语 其实很多成语呢 我们都是可以按照主题来记的 比如说关于颜色的成语 老师考考你啊 关于颜色的成语 你会想到哪些? 关于动物的成语 你又会想到哪些? 那还有的成语呢 它会涉及到一些脑筋急转弯 那比如说世界上最高的人 那你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成语 刚才啊咱们说的只是这些成语中的什么啊 个别很少的部分 其实成语系列的专题呢 有很多很多 那希望大家平时呢 有意识的分主题去积累 这样的话呢 你在答题的时候才会更有目的 好 那说完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段什么 关于成语 我们进入今天的阅读专题 首先呢 我老师考考大家 下面这些征兆啊 它都属于什么征兆 蚂蚁搬家 蜻蜓低飞 鱼儿全都浮在水面 乌云密布 燕子低飞 蚯蚓出洞 那请问这些它都属于什么征兆呢 当你看到这些 那预示着什么 平时注意观察生活的同学们 一定已经大声的说出来了 我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要下雨了 非常好 那这些句子 我们又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墙壁冒汗了 小花猫找汗 植物会吃虫 能听音乐 灯自动转起来 如果遇到一道题 它问你这个 你看 这道题目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摸不着头脑 好 其实呢 这些题目啊 都是选自于我们阅读中常见的题目 在阅读中啊 会有这样的一类题目 它需要你根据对原文的理解 回答出对句子的什么呀 理解 句子呢你要结合原文去看 才能看懂它的意思 比如说墙壁冒汗了 如果我们没有看这篇文章 自然不会知道这篇文章 它写的是什么 对吗 那这句话你自然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墙壁冒汗了 说的到底是什么 今天早上啊 我刚刚起床 猛然发现我家的墙壁上湿漉漉的 走近一看 原来墙壁上沾满了一粒粒的小水珠呢 这些小水珠是从哪来的 难道墙壁也会冒汗吗 我很奇怪 就跑去问妈妈 妈妈告诉我说啊 这叫墙壁反潮 因为天气闷热 空气潮湿 天快要下雨了 墙壁潮湿 天真的会下雨吗 我连忙透过窗户看看天 天空灰灰的 太阳也失去了往日的威力 阳光也不会不会那么耀眼了 可是天空中没有一朵乌云 怎么会下雨呢 这样的天气也持续了两天 第三天啊 果然下雨了 我终于明白了 墙壁冒汗 天要下雨 墙壁也成了气象家了 好 那看完刚才的这一篇文章呢 我们会给大家出一道题 就是墙壁冒汗是什么意思 汗到底指什么 好 那如果同学们 我没有给大家 读刚才的那篇文章 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叫墙壁冒汗 冷不丁给你这样的一道题目 那你会答吗 不会回答 墙壁冒汗究竟是什么呢 人会冒汗 墙壁也会冒汗吗 真是很奇怪呀 但是啊 如果我们读了刚才的文章 回答这个问题 自然是小菜一碟 对不对 墙壁冒汗其实是什么呢 没错 墙壁冒汗指的是 由于空气潮湿 墙壁也什么呀 很潮湿 有小水珠 那这个汗是什么 那就是小水珠 对不对 很好 那告诉老师 想一想 你刚才在回答出这道题目的时候 利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 或者是怎么才答出来的 哇 好我已经听到大家的正确答案了 那我们对于理解句子这样的题目来说 经常是分三步走 哪三步呢 第一步你需要找出原句 怎么找出原句 一般我们在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 题目一定会给出你这样一个句子 来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这句话里面的词语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时候呢 不要着急 有的同学呢 上来就开始答这个题目 那这样答准确率会高吗 答案一定不是 答案一定是不会的 因为你没有回读原文去找这句话 你不知道这句话它在原文中什么样的位置 它的前后是说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那自然不会答的非常准确 所以第一件事啊 我们就像一只小搜狗一样 你要回文去找 找什么呢 就找原句 把原句用你的铅笔画下来 接着再怎么办呢 你需要上下搜索 什么上下 怎么上下搜索呢 看一看这句话的前面以及后面 它一定有关于这句话的解释 那我们根据这句话的前后来判断它的句意 也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拿刚才的这段话来说 我们来看墙壁冒汗了 好墙壁冒汗它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需要回头去怎么样 去解释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在原文中 墙壁冒汗这几个字是在第几行呢 一二三四五看到了吗 第五句第五行叫 难道墙壁也会冒汗吗 再回头再看一看上下前后 再来看一看上下文 难道墙壁也会冒汗吗 前一句是什么 原来墙壁上沾了一粒粒的小水珠呢 这些小水珠是从哪来的呢 所以墙壁冒汗的汗 你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了吗 没错 它指的是 没错 它指的就是这些什么呀 这些小水小水珠 而墙壁也会冒汗吗 后面这一句 我很奇怪就跑去问妈妈 妈妈是怎么说的呢 说这叫墙壁返潮 墙壁返潮 那就是因为要下雨 所以墙壁很潮湿 看完了这两前后 我们是不是自然就可以判断出 什么叫墙壁冒汗 那就是因为天气潮湿 墙壁返潮 那什么叫汗呢 我们从前文判断出来它是什么呀 指的是小水珠 那听完刚才的讲解 你明白 那你是不是明白这个理解句子三步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了